所以我觉得这枚金牌是我们最美好的开始 WTT澳门冠军赛结束两天后 国拼公布了接下来的赛程以及参赛球员的名单 9月26日这10月6日 国拼将迎来WTT中国大满贯比赛 其中9月26日这9月28日是资格赛 9月29日这10月6日是正赛 新的周期已经开始 国拼的参赛球员也有所变动 随着樊振东沉梦的退赛 国拼也安排了后备星星主力顶上去 从参赛的名单中可以看到 王楚清和孙颖莎这对天选混双搭档已经被拆 取而代之的是林诗栋和宽曼 对球迷来说 新的周期中没有机会再看到莎莎和大头这对组合的精彩表现 无疑是有些不舍的 不过对莎莎和大头来说 他们已经完成了国拼交给他们的任务 也是时候该去冲击各自的梦想 专注于单打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WTT中国大满贯 原本莎莎也只有兼女单一项 可谁知 教练组又给莎莎安排了一张女双的外卡 接下来将会身兼两项 而且在中国大满贯比赛结束之后 第二天就是乒乓球亚锦赛 单打混双团体赛都有 这无论是对球员还是国拼来说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赛事 也是因为这样 球迷们在评论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说时间安排得太密集了 球员真的很累 还是希望球员能喘口气再继续比赛 还有网友忍不住爆粗口 说生产队的驴都没有这么赶的 在澳门比赛的时候 大家也都注意到了 比如孙颖莎的状态其实不是很好 而且还频繁揉自己的胳膊 看起来很痛苦 其实从巴黎奥运会到现在 莎莎和大头两位主力都没有怎么休息过 一直是车马劳顿 甚至莎莎只是匆匆回家一天 就又匆匆赶回河北 特别辛苦 大头的父亲曾说过 基本不会错过儿子的比赛 只要能到现场观看的 他们都会赶过去 大头回京的时候 其父母也是早早地在机场等候接机 和大头的家庭情况不一样 莎莎的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来北京看她 也不能亲自到现场观看她比赛 她也是已经很久没有和家人团聚了 澳门冠军赛之后 球员们可以短暂地休息十天 比赛一结束 莎莎就马不停蹄地坐地铁赶回河北 还特别剪了新发型 其实莎莎长得挺漂亮的 五官非常的明亮 皮肤也是白白净净的 特别可爱 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 像小太阳一样明媚 当然 也有不少的球迷幻想过莎莎长发的模样 应该是非常惊艳的 曾经有球迷开玩笑说 不是莎莎不留长发 而是不能留 如果莎莎留长发的话 可能国拼里的男球员们 就没有心思专心训练和比赛了 只顾着看漂亮的女生 大头这边也传来了新消息 9月19日中午12点 舒服佳官方发文预告 称王楚清将会空降舒服佳直播间 具体的时间是9月21日晚上20点 与此同时还配了两张大头的照片 写道 想知道赛场上倾尽全力的少年 是如何保持纯白清香少年感 如果大头来直播间带货的话 相信到时也是会有大量的粉丝去支持他 不得不说 舒服佳是会找嘉宾的 对于球迷来说 大头能在直播间和大家再次见面 是福利也是惊喜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一下下的 这几天 莎莎可是又上热搜了 不过这次可不是因为赢了比赛 而是和咱们大头王楚清的一张合照 照片里 俩人穿着国家队的队服 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配的文字也简单 就俩字加油 你以为这就完了 118万的点赞了解一下 这届网友可是激动坏了 评论区直接炸锅 都在说 磕到了磕到了这对CP所死了 莎莎和大头这俩孩子 那是真的讨人喜欢 一个赛场上霸气外露 一个阳光帅气 凑一块 那可不就让人移不开眼吗 莎莎 咱们小魔王一枚 打起球来那叫一个猛 人送外号小钢炮拿过的冠军 那可海了去了 大头呢 实力也是杠杠的 世界冠军可不是白叫的 性格还特别好和莎莎在一起 那简直就是一对火宝 平时在国家队 他俩就经常腻歪在一起 训练场上 你追我赶 互相加油鼓劲 比赛场上 并肩作战 纳莫气度 嘖嘖嘖 谁看了不说一句 绝配 这不 这回莎莎和大头的合照一出来 可不就让粉丝们过年了吗 这莎头组合为啥就这么火呢 首先啊 人家那是真有实力 都在国家队 还都是世界冠军 这可不是光靠脸就能做到的 粉丝们喜欢他俩 那是打心眼里佩服他们的实力 敬佩他俩身上那骨子拼搏劲 再说了 他俩私底下的关系是真的好 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互动 不是互相调侃 就是互相加油打气 之前还有网友扒出来 他俩私底下会穿同款的衣服 戴同款的帽子 这关系铁的说是竹马青梅也不为过 当然了 这年头光靠实力和关系好 也不一定能这么火 莎莎和大头能成为顶流 那还得感谢咱们现在的这个时代 现在是什么时代 互联网时代啊 流量为王啊 像他俩这样 实力强 颜值高 性格好 关系还好 关键是还年轻 这不就是妥妥的流量密码吗 不过这流量多了 对运动员来说 也不见得全是好事 好处是啥 那肯定是有 你看 通过网络 莎莎和大头 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乒乓球这项运动 也能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国体育 而且啊 这流量上去了 商业价值自然也就高了 这对运动员来说 也是一种认可和回报 毕竟 谁不喜欢钱呢 你说是不是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流量多了 这麻烦事也不少 这每天那么多双眼睛盯着 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被无限放大 压力能不大吗 而且啊 网上那些键盘侠 说话那叫一个不客气 有时候 真的是能把人气死 莎莎和大头 就算心理素质再好 那也是普通人啊 时间长了 难免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呀 对于莎莎和大头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初心 专注于训练和比赛 用实力说话 至于流量顺其自然就好了 孙颖莎女单夺冠到底有多么不容易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洛杉矶奥运会周期 张本美和又要跟莎莎杠上了 巴黎奥运会时 大家都说莎莎是劳模 估计这个劳模称号只是她新的开始 你们猜 莎莎接下来会不会每次抽签都很准 就总是能抽到张本美和呢 老粉们为什么都说莎莎是抗日英雄呢 因为莎莎是国拼的扫雷之神 打破国拼历史最艰难记录 连续扛了日本三代优秀黑马 清澳时期 平野梅宇最锋芒毕露的时候 是莎莎正面跟她上纲上线 没有让平野梅宇继续升起过日本国旗 冬澳周期 伊藤美城腾空出世 一扫我国三大主力名将 莎莎曾作为替补员 就已经站出来将她打个片甲不留 巴黎周期 早田希娜这个顶尖选手 更是一名惊人 她是外协最强悍的沙铁王 无论国内国外对战 除了与莎莎交手屡战屡败 其余的战胜率高的能吓死人 十分可惜 这期间 她共抽中了莎莎16次交手 抽签抽到莎莎 简直都成了她的心魔 张本美和年仅16岁 外协最年轻 解题思路最快最全面的优秀顶尖选手 目前按照WTT 澳门冠军赛来看 16岁的张本美和心态 技术实力各方面的成熟度 简直飞速生长到不可思议的惊人地步 洛澳周期第一场比赛 立马就遇到了莎莎 不出意外 这只是他们两个人交手的开始